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781集 暗流极械 说起那监察室白号 此人那杀人不眨眼 心狠手了 无比疯狂 他细夺人妻 欺上瞒下 谄媚无耻 拒鬼王就被他蒙骗了 他山上抄家 所过之处寸草不生 奎皇朝内连超十八家 残忍发直啊 他为人解惑 修炼邪功 吞噬升级 被他吸走升级之人 奎皇城内随处可见 种种声音 在这蛮惑中不断的传开 那些言辞里的白号 已经是施恶不赦 甚至在一些部落里 都开始用白号的名字 来吓唬那些不听话的孩童 美美 效果初期的好 这一切 处于闭关炼火中的白小春毫不在意 可他的弟子白号在意啊 白小春闭关时 白号时常外出 他身为鬼修 本就可以千遍万化 再加上明面的身份 是白小春的魂仆 只要保持呆板的样子 外人不但看不出端倪 更是不敢招惹 另外 在白小春的命令下 施魁也都会跟随白号 作为保护 而白小春的炼火耗费太大 就算是抄家收获惊人 也依旧架不住他的消耗 毕竟每一次炼制 都需要十团十七次火 如此一来 不仅仅是白号 就连周一星也都经常外出 帮白小春在外收取魂魄 全力维持他的炼火打击 所以 在这外出时 白号听得最多的 就是无数人暗中的议论 每次听到 他都觉得怪怪的 他一次又一次意识到 自己的名字 真的被失踪给玩坏 同时 这种传向整个蛮荒的谣言 也让白号警惕 而白小春那里 在这种消耗下 他对于十八色火的掌握 也都与日俱增 他有把握 继续这么尝试下去 怕是用不了多久 自己便可以真正的炼制出十八色火 他很着急 白号的警惕 也是他的警惕 他此刻也猛然间意识到 自己之前祭祖之日的行为 也让自己势力狂增 达到巅峰的同时 也让自己处于一个极其危险的境地 白小春明白 自己必须要提防大天师的鸟尽工藏 虽在之前的配合中 白小春化作一把大天师手中锋利的刀 刀锋指出所向披革 可如今随着大天师重回巅峰 镇压所有后 监察室存在的意义 已经快要没了 天下太平 刀还有何用呢 在这个时候 白小春很担心 大天师会将自己推出去 以凭满朝权贵的压抑与引怒 好在他们师徒二人早有商议 面对这种凭着白小春的修为 无法抵抗的巨大威胁 白小春这里只有一个选择 这也是他目前唯一能做的一件事 那就是成为地品烈魂师 只有成为地品烈魂师 才可以在最关键的时刻 逆转乾坤 一举翻盘 不过 按照我与浩尔的分析 大天师应该还不会这么快 就把我当作妻子扔掉啊 或许这一切都是我多虑了 大天师看在我的功劳上 会对我更为赏识以重 而且 他如今全是巅峰 按照浩尔的判断 其心态会有所改变了 尤其是我之前抄家时 严格的划分出了九成财富 每次都是亲自送给大天师 我就不信 他一次次的看到后 会没有意识到 那些天后家族的财富之大 不说富可敌国 可也惊人无比 白小纯在闭关之地 看着手中的火团 心下低语 这些都是我的铺垫啊 若无事则吧 一旦出现苗头 适当的时候 我就可以将浩尔 给我出的那个毒剂 使用出来 这样 就又可换来一些时间 不过这毒剂太损了 我虽不在意名声 可若能不用 还是别用的好啊 不过 若大天师真的要把我推出去 迫不得已 我也只能用了 白小纯深吸口气 平复下心许 低头继续炼火 就在这白小纯 警惕 鸟尽工藏 不断的加速炼制 十八次火的同时 在这奎黄城内 有一双眼睛 确实如毒蛇一般 钉向了白浩的魂 一条条 关于白浩魂的消息 以极其隐秘的方式 不断的汇聚到了奎黄城内 一间从外面看起来 毫不起眼的密室内 此魂无名 常年跟随在白浩身边 鸠鬼城方面调查结束 无人知晓此魂来历 第一次出现 是在白浩的练灵铺内 平日里呆板麻木 与寻常魂铺没有什么区别 这密室内有十三道虚影 安静的漂浮在四周的暗处 他们的样子模糊 就连气息也都让人捉摸不透 此刻都平静的望着 在他们正中间 一个相貌秀美的女子 这女子此刻正缓缓开口 说着关于对白浩魂的调查结果 此女若是白小春在这里 一眼就能认出她就是妙灵儿 当初在炼魂湖内 此女败于白小春之首 同时在白小春来到奎黄城后 也暗中出手 但最终却隐藏起来 白浩成为监察室后 此魂少见出现 而监察室内防护森严 外人根本查看不出丝毫痕迹 不过此魂在最近三个月 却是外出了数次 每一次都似乎是遵从白浩的命令 去购买魂魄 上一次出现是在三天前 按照我的预计以及判断 半个月内 此魂必定还会再出现一次 只是她的身边 始终有上百具尸魁跟随 实际上并非只有此魂如此 还有那周一星外出也是这样 妙灵儿平静开口 一句句话语条理清晰 她的衣着也不再是暴露 而是正常装扮 所以我建议 此魂下一次出现 就是我们动手之时 说完 他向着四周内十三道虚影 抱拳一拜 四周十三道虚影沉默 扮上后 其中一道虚影忽然开口 你确定 此魂拥有独立的神志 且心智极高 之前的一切表现 都是迷惑外人刻意露出 此魂我虽只是见过几次 可却完全肯定 妙灵儿毫不迟疑 立刻说道 四周再次沉默 片刻后又有一道虚影 沙哑的开口 此魂 毕竟是那疯狗白号的魂谱 若真是如你所说 怕是对白号而言 也都极为在意 所以 你要确定 有了此魂 真的可以炼出十八色火 妙灵儿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从除袋内 取出了十三枚骨结 一甩之下 这十三枚骨结 飞向了四周十三人 被他们一一接住后 纷纷看了起来 很快的 他们的目中 就露出闪烁的光芒 显然 这预见的内容 已足以让他们确定 妙灵儿所说的真实性 十八色火 对于我们这一脉而言 最艰难的地方 就是火种 只要有了火种 就可以让我祖父 在庆生地平 炼魂事后 再不需要这种魂 就能炼至十八色火 而承诺给诸位前辈 每个家族的十八色火 以及配方 我祖父 已以道士为证 且诸位前辈 显然都已看出 那白昊的好日子 已快要到头 大天师 之所以还在迟疑 他也是没有找到 合适的机会 不管如何 这白昊 已经是没有了 齿刃的老虎 他若忍不住抱起 不用我们出手 只需推波助澜 大天师 就会顺势杀他 平息众怒 进一步巩固 这滔天的权势 从而完美结束 之前的腥风血雨 现在的大天师 要的是吻 所谓 鸟进宫藏 那有鸟也损 宫仍在的道理 妙琳儿微微一笑 轻声开口 四周再次沉默 妙琳儿不急 他站在那里等待众人的答复 他有信心 这一次不会出现意外 实际上 他刚开始看到白昊的魂时 也没有太多关注 毕竟 白昊的魂 跟随在白小春身边 有面具之力保护 无人能察觉 其与正常的魂谱有什么不同 而且白昊也自我隐藏 只在白小春面前 才出现灵动 直至最后一次 白小春与孙一凡 以及司马涛的炼火 白小春成功的炼制出了一丝十八色火 就是在那一刻 白昊的魂情绪波动强烈 又一时没有白小春的面具之力保护 妙琳儿才察觉到白昊魂的不同寻常 而他之所以能察觉 与他的修炼功法特殊有关 妙琳儿的家族不是天侯 不是天公 而是出现过地品炼魂师的地品家族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